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名美国警察在洲际公路拦检车辆 他站在车子右侧和驾驶交谈 没想到下一秒 一辆黑色SUV竟然直接撞了上来 不止拦检的车辆往前喷飞 就连警察也被撞到草坪上 这起意外发生在美国奥克拉河马 还好远警和两名司机都只有受到轻伤 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从行车记录器画面研判 意外可能是分心驾驶造成 不过详细原因还在调查中 另一起交通意外发生在底特律 这名陌生男子打开车门准备开走 车主一出商店看到自己的车被偷 赶紧狂奔追上 没想要偷车贼却加速 直接撵过这位妈妈 原来这位妈妈当时带着小朋友 在加油站买糖果 为了赶时间车子没有熄火 没想要却被陌生男子偷车 直接妈妈发现后 一路从商店里跑出来 想追上偷车贼 没想要却被窃贼开自己的车撞倒在地 因为被车撞受伤 让受害妈妈现在无法工作 而且她还有五个小孩要养 所以底特律警方特意释出 监视器画面 希望大家能协助逮捕 很新的投车贼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芬兰举行的总统大选 在几乎完成所有选票计票之后 前总理史塔布和前外交部长哈维斯托 分别是以超过25%的得票率 将会进入2月11号举行的第二轮决选 那么芬兰最近加入北约组织 新总统将会引领芬兰的新外交和安全政策 这场总统大选也攸关未来 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的关系走向 美国总统拜登就证实 驻约旦美军被无人机攻击 至少有三人死亡 34人受伤 而这也是以哈冲突之后 第一次有美军死亡 由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 伊斯兰抵抗组织 就发声明承认是他们派无人机 攻击美军的基地 而拜登就说 美国很快就会发动报复攻击 美国大兵在荒漠上边跑边开枪 约旦是少数会让美国定期举行 大规模军演的中东国家 但美军却在这里遇上致命攻击 拜登证实 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三位美军死亡 还有几十人受伤 这是去年10月 以巴冲突爆发以来 第一次有美军在中东丧命 事发地点在约旦东北部和叙利亚边界 战略位置极佳的第二十二号塔 第二十二号塔距离距离亚美军基地相当靠近 但这架攻击无人机到底是谁派的 美国也认定就是伊朗其中一个代理人犯案 专家猜测 拜登政府可能会大规模轰炸 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 但美国还是不希望中东局势失控 应该不会直接打击伊朗本土 TB 新闻做报道 俄军运输机坠毁 指控被乌克兰飞弹击落 不过乌克兰情报就显示 坠机之后只有5具遗体 质疑机上有65名乌克兰战俘的说法 那么乌军现在是严重缺弹 他们突发炼钢 把苏联时期的废弃军品打造成攻击武器 乌克兰士兵一冲下装甲车 立即看敌军陷入激烈枪战 乌克兰士兵一边开枪一边往前跑 但敌军不断开枪 只好走到树木后方寻找掩护 一找到机会就朝俄军丢直手榴弹 但乌冰不只要抵御眼前的敌人往前推进 还得注意头顶上方的无人机 只是在严重缺弹的状况下 乌克兰军队现在只能找方法变通 把苏联时期的废弃军品 拿来打造成可以攻击的武器 就算这套土法链钢的多管火箭发射器 没办法精准打击目标 依旧有能力阻止敌军前进 但俄罗斯军队在前线军力上依旧站上风 尔克兰军在飞没有可态 弦ernes Starbucks mot russiske droner som er et stort problem her ved fronten. Disse apparatene her forstyrrer radiofrekvenser på en slik måte at disse fryktede selvmordsdronene styrter. worldwide 代表 2011 burda 早上 印度 和 意思 是 sonra 早上 SaaS 了 英 裔 人 就连乌克兰使用的一些小型乌人机 也是从大陆买来的 他们还是期待西方提供的武器 能够尽快增援前线 就在美国国会预算陷入僵局之际 俄罗斯紧咬乌克兰不放 坚持使乌军击落 莫斯科咬定是乌克兰发射三枚地队空飞弹 击落这架 占有65名乌军战俘的俄国军机 但乌克兰到现在还没有承认 乌尔两国驻联合国代表 在安理会上也展开机变 根据乌克兰掌握的最新情资 这架运输机上是否真的 占有65名乌克兰战俘 其实疑点很多 无方质疑从坠机地点卫星图来看 大约长达1.6公里区域被烧成焦黑 但却见不到一具遗体 而且送进太平间的也只有五具 跟俄罗斯所说的机上74人全数罹难大有出路 俄罗斯则声称 运输机在进入贝尔哥罗德防空识别区 15分钟前就已经通知乌方相关资讯 但基辅实口否认有收到俄方通报 这场军机坠机事故 也让打了将近两年的乌克兰战争 又增添一场情报讯息攻防 TPBS新闻综合报道 最近五天北韩两度试射飞弹 而北韩就报道 这两波试射都是最新型的火箭尸 3-31潜射飞弹 而北韩还利用朝中社的评论 先怪罪美国和南韩的军演是挑衅 还说北韩的武器不只是拿来炫耀而已 北韩在28号再次发射潜射巡异飞弹 距离上一次发射仅仅隔了4天 南韩军方出判 北韩这次发射的可能还是 火箭尸3-31型飞弹 是现有远程战略巡弹飞弹 华山1号和2号的改良款 这是北韩在2024年第二度发射飞弹 其实就在飞弹发射前的凌晨 北韩刚透过官媒朝中社发表措辞强烈的评论 原来北韩五天内两度发射飞弹除了进行新武器的测试 方面也是回应难 和从新年以来接连不断的军事训练 南韩在军演中甚至把原本只用于步兵训练的 麦尔斯装备首次在炮兵训练中使用 在北韩宣布将把南韩视为最大敌人之后 朝鲜半岛的关系 似乎随着南韩国军一次次军演越来越紧张 有共军军事研究者就发现 中共兴建两个原火旅营区最近距离金门大约是15公里 而距离台湾直线距离最近大约是190公里 军事专家就呼吁这些远程火箭炮 如果搭配无人机有可能会增加精准打击不能轻忽 共军东部战区的原称火箭炮 也就是所谓的原火数量不断增加 国内的共军军情研究者发现 共军持续在沿海新建营区 地点在福建泉州的深城村和延峰村 透过不懈分析卫星图片 深城村的新建营区被发现有10个车库 而延峰村则有8个 最近距离金门县仅约15公里 金门已经不算是我们的战列要遇了 所以如果要直接看台湾 大概就是直线距离大概是190公里 并且在佩洛西绑台之后 远程相信火箭炮增加还蛮多的 指挥信息高效流转 任务兵力密切协同 战区陆军远香火 踩车7二防空旅行边远火第一旅 过军盖新营区的速度肉眼可见 研究者也发现新远火营区阵地 都沿着G228公路便于机动部署 这款火箭炮在2019年 中共国庆阅兵时首次亮相 火龙280A版本射程可达500公里 足以涵盖台海230到250公里的范围 因为这些火箭炮理论上来说 它的导引 它是比较没有去导引的攻击的效果 可是如果它结合了无人机的话 是不是可去发挥他们所谓的一个 查打一体化的一个作战的一个方向 国军会运用联合情间针 持续的严密监控它的相关动态 同时也会因应敌人的各种可能行动 强化部队的战力防护跟机动部署 适切调整兵力应处 员下攻击往沿海前线 持续推进共军的动作 国军警警 同时 在红队箱上 出访泰国的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会谈 双边除了聚焦台海 还讨论了朝鲜判岛红海乌俄战争 王毅就重申 台独是中美关系最大挑战 而苏利文则强调 要防止两国竞争演变成冲突 大陆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立文 26号27号两天在泰国曼谷举行超过12小时的双边会谈 王毅重申台湾选举结果改变不了一中原则 苏立文则向王毅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 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台湾地区选举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是台独 诸美关系的最大挑战也是台独 港媒报道往年美中会晤的第三地多半在欧洲 不过这次王毅正好前往泰国洽谈永久免签协议 苏立文则是特地前往泰国会面 而双方除了聚焦台海还讨论了中东乌克兰 朝鲜半岛以及南海问题 会后白宫发表声明指美中将寻求更多高层外交 并要让美国总统拜登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几个月内再度通话 美国的现在自己的国家的经济和他的军力 已经忙不过来了 欧洲中东那边已经发生问题 如果这边亚洲东亚这边再发生问题 美国作为一个世界警察 他现在是忙不过来的 去年11月15号 拜习两人在旧金山会晤 同意开启中美元首热线 恢复两国军事沟通 在台湾大选后 大陆对台压力势必升高 中美忙着控管冲突 步步为营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去年里传出中国各邦涌入泰国 乞讨每天赚一万元 但仍然不影响泰国给与中国大陆永久相互免签证 中国大陆外长王毅 在曼谷跟泰国外长共同签署永久互免签证的协议 陆克就对泰国旅游的搜寻量暴增超过7倍 中泰两国签署永久互免签证协议 3月1号生效 两国公民持有效护照 可免签停留30天 以前的话需要落地前热走 要手势特别多 现在的话直接就可以 感觉很好 然后我们以后到这里来 就跟我们在国内一个城市一样 可以随便过来玩 每年都会来 让他可以实现我们的愿望 消息一出 中国大陆旅游平台泰国旅游的搜寻热度 比前一天暴增超过7倍 机票饭店搜寻量成长6倍 最热门的目的地包含曼谷 普吉岛 青麦 苏美岛以及巴达亚 出行的数据来看 体现一个年轻化和亲子化 你比如说整个的出行订单 它的亲子占比达到了接近五成 那么像8090后 这一代的中间的旅行力量 是占到了差不多八成左右 一天之前 2019年有1100万路客到访泰国 但是去年只剩下350万人 并在去年底传出 中国大陆丐帮以旅游签证 涌入泰国乞讨的社会问题 而这些似乎都不影响泰国 给予中国大陆永久免签 目前东南亚热门旅游路线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陆续跟中国大陆签订相互免签证 TVBS用叶俊宏 陈永文综合报道 台积电日本熊本厂预定在2月24号 举行开幕仪式 而二厂计划也已经曝光了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就表示 台积电正在评估新建的 日本第二座工厂 将落脚这个熊本县菊阳丁 位于熊本厂旁边 而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先前 谈到日本第二座厂时 就表示正在与日方讨论 评估设立日本第二座晶圆场 一旦决定新建二场 就有机会能够导入7奈米的制程 澳洲网球公开赛南单决赛 22岁的意大利选手辛娜 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之下 连赶三盘逆转 拿下了第一座大满贯冠军 也创下纪录 往地上一躺 享受来自全场的起立欢呼 22岁来自意大利的辛娜 夺下今年澳网南单冠军 爬上看台和家人与教练团 来个团体大拥抱 这场三小时44分钟决赛大战 对象俄罗斯名将梅迪维夫 辛娜丢了前两盘后 绝地反攻 第四盘梅迪维夫这球出界 硬是让比赛打进第五盘 最后辛娜成功逆转 拿下生涯第一座大满贯冠军 不止生涯大突破 辛娜也是48年来 意大利第一个大满贯冠军的男子选手 更是意大利史上第一位 迎向澳网的球员 辛娜一路过关斩将 军军赛还击败球王乔科维奇 打破奥网过去十年 被乔帅纳达尔和费德勒 三巨头垄断的局面 出生在意大利北部小镇 辛娜从小就爱滑雪和足球 不过13岁开始果断放弃这两种运动 专注网球 目前世界排名第四的他 代言接不停 去年ATP年终赛 亚军奥网再夺冠 未来能拿几座奖杯 还很难说 不过辛娜的好表现 的确为男子网谈的 后三巨头时代 注入新的活水 TV新闻最后的 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球季开幕战 将首都遗失南韩首尔来开打 尽管门票要价不菲 最便宜的外野战票 也要台币3000元左右 还是引起南韩球迷来抢购 第一批开卖不到10分钟 就卖光了 带着腼腆的笑 大鼓祥皮 终于接过他的年度MVP讲座 大鼓全程用英文发表得奖感言 除了翻译水源一瓶 他也没忘了带着爱犬 Dekobin一起出席 说到大鼓 今年3月 大联盟开幕战将首度登陆南韩 由洛杉矶到齐 对上圣地雅各教室 因为两队共有6位亚洲球员 也让南韩球迷开始抢票大作战 尽管大联盟开幕战的票价 内野最贵的要台币将近1万8 外野站位也要台币3000元 而且现在传出到齐的大鼓商品 和山本游身可能不会参赛 不过南韩媒体实测发现 票真的不好买 雖然这次大联盟的首尔开幕战盟票 将分6T次销售 只是要够票 得先透过实名认证 成为南韩Coupon Play的月费会员才行 除了要有钱 恐怕还得要有运气 才能在首尔看到大联盟的开幕战 加拿大最近发生了一起破坏不成 反被人笑的事件 有一伙人拿着店家前的花盆 准备要砸电 结果才正要丢出去 意思是雪地太滑了 摔了一跤 弄得全身都是泥土 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伙人 准备对一家餐厅搞破坏 但眼看前面有一个大花盆挡住 其中一人先来一脚谢谢粪 再把他抬起来 准备砸向橱窗 没想到这时候点了一个打交 监视器把过程全都录了下来 餐厅业者看了简直哭笑不得 你什么说的 什么瘟狂 不只被别人笑傻 摔倒当事人浑身泥土 自己跟同伙也都忍不住笑出来 毕竟这一幕不得不让人 想起经典电影回到未来 后来业者夫妇也就没报案 尤其这火人破坏不成 甚至还乖乖把花盆误归原地 业者最终一笑置之 而美国德州则是有一名笨贼 让民众不得不报警处理 这名妇女在家五个小时 发现书房内有陌生人 躺在地上 一撕还睡着 报案后才发现 原来是一名抢银行通气犯 至于纽泽西 最近也有一桩荒唐事件 嫌犯竟把切过的意大利辣香肠 一片一片撒在 模糊人家的前院跟车上 居民尽管觉得好笑 但这行为实在太怪异 还是赶紧报警为妙 特别新闻做不到 在上海有一间习把客 最近变成大量围棋爱好者 聚集下棋的场所 但是这些棋友占据了座位 又几乎没有消费 也引发批评 这一桌下棋对异 往前走 另一桌也在下围棋 在走进店内放眼望去 都变成围棋棋桌 上海一家星巴克变成棋牌馆 每一桌都在围棋对阵 而且有固定时间 每周一 四 六 下午一点半 多有人到这家店下围棋 根据陆媒消息 这活动是棋友自发的 下棋用具都是自己带来的 而根据中国围棋协会统计 中国的围棋人口超过六千万人 在星巴克人均消费一百六台币 比人均八百八到一千三台币的 茶室 猪油市更便宜 但是也引起质疑 这些人只下棋不点单 是否影响店家做生意 也有自称是星巴克员工指出 希望有这种氛围 但前提是 每个人都会买一杯 还有网友批评 夏威奇的声音吵得离谱 占据座位不走 毕竟是餐饮店 不希望看到跟环境违和的画面 又不是去棋牌室 而店家多爱表示 虽然座位没有现实低销 但不建议顾客在店内一直下棋 TVB新闻综合报道 奥斯卡影后妮可基曼 新剧《外籍之人》 日前播出两集收获好成绩 然而这一出是以香港居民 作为背景的戏 在香港却显示无法观看 疑似是和重现 与伞运动有关系 尼可基曼小萤幕新作《外籍之人》 前两集已在串流平台播出 这是疫情期间 大贝周章到香港拍摄的影集 如今却传出在香港进播 该剧时空背景 设在2014年 剧中重现雨伞运动画面 据了解导演还用了95分钟 交代抗争运动下 各阶级人物的遭遇 更包含香港费拥 似乎也因此大彩虹线 新剧上线至今 稳坐串流观看排行前三名 部分国家名列第二 只是实测将观赏位置 定位在香港后 会出现无法观赏影片的讯息 平台尚无对此回应 回顾雨伞运动当时历时 7、19天 民众上街诉求真普选 港媒报导指出 香港政府发言人回复 只规管电影上映 不适用于串流或网络平台 也表示不评论 个别商业机构的营运安排 以后监制主演影集 无法在港播出 也被认为是创作自由 收紧状况下 又一桩自我审查的案例 TVBS新闻 张志明红一天台报道 日本有一个健康经营 优良法人的认定制度 专门表扬从经营角度 去关心员工健康的企业 来看看冲绳宫古岛的 一家防众公司 如何实践健康经营理念 避海蓝天 这里是有着无敌美景的 日本冲绳宫古岛 岛上一家开业35年的 老字号房仲公司 员工只有8人 年纪最大60岁 最年轻的不到30岁 从5年前开始 积极执行员工的健康管理 已经被列为 健康经营的优良法人 除了每天早上 所有人跟着广播做体操 变成日常 员工个人的保健养生意识 也逐渐养成 中午一到 大家通常是吃午饭跟午休 结果就有人上了健身车 开始运动 外食が多 我之前在买买 上午一夜 你还不能坐在那线 小石 那天 你有一天 一天 我一直去 走最多的日子 一天 我一直去 我一直去 在这年的 运动 很疲累 5分程度 很疲累 隨時動一動 已經是員工們的習慣 此外配掛技步器 參與飲食營養講座 在忙碌的公務之外 大家培養出健康管理的概念 希望身體更好 野菜や汁物を取り入れた方がいいよ というアドバイスを受けて そうすると実際 食べ過ぎも防げて 午後からの仕事も EV解除せずに進めることができて いいなと思います みんなでマラソン大会に 参加してみようかなという話も出ています 一人一人が 生き生きと 健康第一ありきで その次に会社の モチベーションというの 働きがい やりがいをですね 自分たちで感じるためには 宮古島の地域で どのようなお客様に いい価値を提供できるのか 地域に貢献 どんどんしていければな 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身為服務業的一環 這家房仲從照顧員工的身心健康 作為出發点 希望散發口碑 再兼顧企業營運 公司每個人生活 還有心情的同時 也能發揮某種程度的影響力 讓在地的人事物更加 永續美好 TV新闻 曲奇方 綜合報道 南韓最近修育嬰架的奶爸們 似乎是變多了 前年請育嬰架的男性 有五万四千多人 比2021年增加了28% 如果是以媽媽和爸爸的 比例來計算 修育嬰架的爸爸 佔整體的27% 對比10年前 只有3% 所以我這位陳先生 計劃從今年2月開始 休為期一年的育嬰架 在妻子工作期間 在家當奶爸 他的雙胞胎兒子 目前就讀幼兒園 還沒開始休假 已經著手策劃 要怎麼和兩個男孩 渡過美好時光 陳先生的妻子 先前已經修過一次育嬰架 因此中斷工作 現在換他在家育嬰兒換手 妻子終於能安心 重返職場 根據南韓統計廳調查 最近這樣修育嬰架的奶爸們 大幅增加 2022年起育嬰架的男性 有五萬四千兩百四十名 比2021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以上 如果以媽媽和爸爸的比例計算 修育嬰架的爸爸 佔整體的百分之二十七 對比十年前只有百分之三左右 顯示南韓社會的樣貌 正在迅速改變 根據南韓亞航報告書分析 假使育嬰架的使用時間 增加到OECD國家的平均水準 出生率將增加約0.1名 擴大男性育嬰架 是解決低生育率的方案之一 對此南韓政府 也在繼續修改相關政策 最近一份關於南韓低生育率的調查指出 決定南韓夫妻生第一胎的因素當中 房價影響最大 生第二胎和第三胎時 考慮房價的佔比降低 但課外補習費的佔比增加 南韓咬育費用太高 讓許多夫妻不敢多生 生了也擔心 在競爭激烈的南韓社會 能否好好教育孩子生存下來 今年南韓大學畢業求職者的期待年薪 平均達到3610萬韓元 折合約85萬台幣 而首爾平均房價 遠超過12億韓元 折合約2800萬台幣 就算不吃不喝 保守估計要存33年以上 才買得起房 總而言之存款不夠多 買不起房 也生不起小孩 南韓的貧富差距 顯現在生活各個面向 南韓國土研究院 針對首爾的高價住宅密集區 和低價住宅區的醫院數量進行比較 結果顯示高房價區的醫院 比低房價區多出約70% 醫生人數也多出兩倍以上 其他包括公立圖書館 體育設施 地鐵站和公車站牌數目都有落差 研究人員表示 房價帶來的醫療和教育差距 是最急需解決的問題 減少資源分配不均 或許也有助於提高生育率 體育BS新聞 綜合報導 中國大陸官方公布去年 使用外資下滑 年降幅8% 另外華爾街日報 就有報導說 有一名在中國工作 長達40年的英國商人 被消失超過了5年 更指出這起個案 未曾被官方公開 質疑可能有更多的外商 在中國大陸被關押 美國華爾街日報披露 一名英國商人 在中國被消失 他在中國大陸工作長達40年 曾任職多家大型美商 後來成立諮詢公司 但是2018年起失聯 諮詢公司在2021年被註銷 認定11人犯為境外收買 非法提供情報罪 判處有期徒刑5年 中國是法治國家 司法機關嚴格依法 推進案件辦理工作 華爾街日報指出 這起案件中英政府 都未曾披露 可能有更多外國商人 在中國被關押 大眾卻不知情 而且外商高管 對前往中國大陸 越來越擔心 新市外資企業數量增長 是39.7% 中國大陸官媒繼續唱好 但是沒提到的負面數據 是去年實際使用外資 1.1兆人民幣 約4.65兆台幣 年減8% 而且外商加港澳台商 投資企業利潤總額下降 6.7% 中國大陸商務部坦言 外資下滑 稱只是短期數據波動 比如說外資個人金補貼免稅 還有像外資研發機構 採購國產設備推稅 延續到2027年底 北京出招要保護外資 擴大消費 定義今年是消費促進年拼經濟 只是外資反應 數字會說話 TVB新聞綜合報導 好好吃一頓飯是生活的一種幸福 但是關於吃 印度就有一場索賠金額 超過24萬美元的官司 竟然是兩家連鎖餐廳 要增強奶油咖哩雞 這道印度名菜 到底是誰發明的 英國遊客到了印度一定要炒上的菜肴 就是印度奶油咖哩雞 雞肉用酸奶與香料醃漬後煎或烤 再與咖哩一起盛盤上桌 常搭配的還有印度奶油大蒜烤餅 兩道料理是唯二進入Taste Atlas 世界最佳菜肴排行榜 前50名的印度菜肴 不過香濃雞肉料理最近 卻掀起官司大戰 問題就出在昆丹拉賈吉先生 後來自立門戶沒有繼續參與合夥 他所創立的達利亞甘吉家族餐廳 也販售這道名菜奶油咖哩雞 老東家莫迪瑪盒餐廳認為 侵權準備了超過2700頁證明文件 一樁告進法院 要求的賠償金額高達24萬美金 超過720萬新台幣 上週首次開庭 印度德里高等法院 預計五月召開聽證會 但這官司已經在社群媒體上 掀起熱烈討論 討論的不是哪家連鎖餐廳 才是原創者 印度老饕們認為 早在1947年 莫迪瑪盒餐廳開業前 奶油咖哩雞就是旁遮蒲省名菜 根本是公共財 討客們才不在乎 誰發明奶油咖哩雞 哪家餐廳通調的讓人滿意 顧客就會買單 印度吃好味道 南韓飲食流行之一 這則是吃新奇 有骨有肉有菜有葉的傳統食材不吃 這投進油鍋裡的乾扁綠色牙籤狀 小東西又是什麼新奇食材 別懷疑就是牙籤 這種南韓餐廳常見的環保牙籤 由玉米和地瓜澱粉製成 現在卻變成網紅與娛樂圈明星們 最新的吃播食材 酥炸牙籤像薯條般搭配各種 沾醬蘸料 甚至還有做成果凍的 但南韓官方1月24日緊急發布聲明 呼籲民眾切勿繼續吃牙籤 因為環保牙籤並沒有通過 食用相關檢驗 至少含有色素等 不利人體健康的成分 來到真正的拿破裏披薩發源地 吉諾索比羅這家披薩老店 已經是開到意大利各大城 甚至海外紐約東京的連鎖餐廳了 1935年開業的披薩老店 現在主廚經理人是第三代 也就是創辦人的孫子 他的努力讓拿破裏披薩列入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但最近他也因為披薩挨罵 別說什麼新奇食材 就連披薩改配方換口味 義大利民眾都覺得不能接受 這樣顛覆傳統的舉動 不過老店第三代覺得 應該勇於開發新口味 讓披薩與時俱進 不僅加鳳梨還拿掉番茄醬 讓老派掏客要抓狂的食譜 其實也有消費者表示蠻好吃的 而一位美國作家最近出的書 也讓英國民眾批評 甚至美國駐英使館都發表聲明 化學教授在最新著作中 建議在茶中加完牛奶後 再加少少一點點鹽 能降低濃茶的苦味 小小建議卻引起 英國兩大報撰文批評 社群媒體也一片撻乏 英國傳統下午茶 是有甜點搭配濃茶 哪需要加鹽來減少苦味 不過英國網民還是繼續嘲笑 美國人不懂茶文化 用溫水泡茶 用微波爐加熱奶茶 種種美國日常 在英國人眼中都已經不合格了 現在竟然要加鹽 美國駐英大使館趕緊發表聲明 幽默表示這並非美國官方政策 對我來說是不合格 對我來說是不合格 我用海水泡茶 只能說飲食選擇是非常個人化的事 就讓人人保有自己的小確幸 當別人開口的時候再給予建議吧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和台北永豐雲豹加盟的 前NBA球星表弟卡森斯 已經打完了四場例行賽 接下來會不會續約 我們詳情交給記者周榮萱 前NBA球星表弟卡森斯 加盟T1聯盟台北永豐雲豹之後 刮起了一波表弟旋風 不過他這次只和球隊簽了短期約 四場正規比賽也已經在上個週末就結束了 不過他是否會繼續續約 雲豹的營運長言行書就表示了 卡森斯和這個球隊的相處都非常的融洽 積極的態度也感染了台灣的本土球員 而訓練模式也都能夠配合 目前雙方其實都有意願 也正在努力的洽談細節當中 而卡森斯在加盟之前已經和球隊表明 有私人安排的行程 所以明天他就會先離開台灣 而言行書也向其他的球員喊話 沒有卡森斯在的這段時間 球隊也要撐住 長榮航空春節罷工危機解除 消息宣布之後旅行社鬆了口氣 而今天長榮航的股價也開紅牌 想請交給記者張慧仙 台灣市機師職業工會和長榮航空 昨天達成共識 宣布雙方勞資爭議 逐項達成協議正式簽約 原定31號勞資協商不會再舉辦 也不會在今年春節清明節連假 進行罷工 而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今天就說明 肯定長榮航空以及機師工會 都能發揮智慧 創造雙贏 也說行政院專案小組 成立了超過兩週 最後更密集協商20小時 而這樣的結果也讓旅行社鬆口氣 同時長榮航不罷工 週一股價也大漲 開盤31元 小漲1.32% 立法院長選舉即將登場 代表國民黨的韓國瑜 將啟程敗獲了民眾黨 而準立委黃國昌也負責接待 兩度與韓國瑜擁抱 而在之後呢 韓國瑜就說雙方 有許多的情感交流 真的是九王大名 要爭取立法院長的韓國瑜 一句話拉近距離 代表民眾黨團的黃國昌 也難掩效益 會前會後擁抱都是 一秒答應 謝金晴釋出滿滿善意 指派立法院長選舉 民眾黨巴西票投韓國瑜 我們在裡面 溝通了國會的改革 在野黨未來能否大家聯手 滿足廣大台灣人民的需求 另外就是情感的交流 不只就改革議題溝通 更多的是情感交流 負責接待的黃國昌 還默契式的穿上藍白色西裝 中國國民黨目前國會的領袖 來台灣民眾黨拜訪 這是一個非常健康 而良性的互動 結束之後再接受聯合採訪 這個安排既貼心又細膩 而且效果又卓著 會前因為公開還是閉門 一度爭論不休閉門會見 三十五分鐘後 雙方有志一同 很多人都說密室協商 好像有利益勾結 我要再一次的澄清 我們只有無比的真誠 絕對沒有外界所形容的 什麼施設行堂 或者是要密室協商 互動氣氛看似歡愉 只是前有藍白盒 白紙 黑字的載明 如今已有藍尾優勢 曾軍越事件2.0 想太多了 我們十位立法委員 就是同班同學 若干年之後 我們有一天會離開立法院 回想這一段 既甜蜜又緊張又刺激 又幫老百姓滿足了很多需要 真的是三觀正確 就算民眾拿得 柯主席另有行程 沒有參與韓國瑜 仍拿出十足真性情 TVBH的董明和尊重學 歡迎小組台北報導 主持人賀龍 因為大陸媒體人 在節目的歧視言論 不是很哀哄 而他出面坦誠不周 但最後卻說 在2028要撫選民進黨 被說是高極酸 肯定脫口秀主持人賀龍勇於認錯 因歧視被沿上的賀龍夜夜秀事件之後 團隊還答應錄製特別單元 我覺得這或許是在此令人遺憾的事件後 可以對於台灣社會帶來一些正面啟發的收穫 陳俊翰給予認同 但黨內人士可不見得 因為主持人賀龍的道歉影片 卻在最後說 2028要撫選民進黨 就被質疑是高極酸 王怡川就寫下 面對質疑可以轉移焦點再反串 迎來的烘糖大笑就自以為成功 每次的犯錯都會讓人成長 但不認錯會讓自己退步 埋下犯大錯的影子 針對道歉的部分 外界有一些不同的解讀 不過我們期盼這樣的行為 不要再發生 不管是主持人或者是個人員 我們也期待節目方 作為一個公眾的平台 可以起來負起媒體的責任 賀龍致歉 但事件的另一個主角 大陸媒體人王志安 在發影片回擊綠營 靠選舉消費 聲張議題 當事人雙方看似和解 但陸方與綠營持續交戰 TVB的新聞董優俊 花戰生連人宣理總則 台北採訪報導 謝謝您收看Focus世界新聞 我是李傑 我們再會